钓炉月饼 钓炉月饼是最传统的工艺 在以前没有电烤箱的时候 咱们用烘烤月饼的方式 全部是钓炉的方式 自小的家里做高点 就是白天目染的 就是对这个高点 非常的熟悉了解 因为做高点的话 它的那个讲究非常多 面品的选择 然后那个油 植物油的选择 产品的配方是不一样的 对技术舱这个品牌的传承 我认为是那个 我们要把第一要把质量 因为视频安全这一位 我认为我对技术舱的了解 还有那个技术舱的传承 就是想把它发现光大吧 对方的传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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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方的传承